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另一部現象級動畫《SPY FAMILY 間諜++9》 《間諜++9》動畫剛剛播完第一部12集的內容 主要描繪了原作漫畫中的前三冊故事 並且將在今年10月繼續更播第二部的動畫 而接續故事的亮點將會從新角色,也就是狗狗彭德來展開 《間諜++9》改編自同名漫畫 原作從2019年開始連載,目前中文版已經出到第九冊 描述隸屬於西國情報局代號黃昏的間諜 為了維護和平、奉命來到東國臥底 試圖接近激進的黨魁戴斯蒙德,並且展開了行動任務蕭 也就是要在一週內組好家庭並潛入戴斯蒙德兒子所就讀的名校 才能進一步刺探敵情,以阻止戰爭的發生 也因此黃昏假扮成一名精神科醫師 並且在陰錯養叉之下組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三口之家 而這類假夫妻以及領養來的假小孩 在隱瞞著彼此秘密的情況之下,展開了爆笑又驚險的童虛生活 《間諜加加9》不管是動畫還是原作 都可以媲美國王排名的轟動程度 不僅成為了二創的流量密碼 更在UNIQLO推出了專屬的潮服 而他除了設定別出心裁、畫風活潑可愛 原作作者《圓騰達哉》更是展現了本身的時尚品味與巧思 不僅在漫畫封面上用經典的名儀來暗喻角色特質 或是在章節中加入了主角們的衣州穿搭 還是透過配角佛朗基來分享角色設計的幕後秘辛等等 都讓這個作品顯得特別的時尚有形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想要藉由漫畫中隱藏的時尚密碼來解析 佛傑一家三口的人格特質 並且從這個最具反差盟的從主家庭 來看作者是如何巧妙影射日常的家人情感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SPY FAMILY 間諜++9》 西國間諜黃昏是情報機構WISE的頂尖好手 為人細心謹慎、冷靜負責 總是在任務中準備多重備案,不容許任何出錯的機會 特別擅長易容術的他,在這次的任務中 選擇以自己的本色來扮演一個精神科醫生 洛伊德·佛傑 並且到孤兒院領養了安妮雅 還找了一個臨時的妻子約兒 組成了和樂融融的一家三口 黃昏為了要接近敵國黨魁戴斯蒙德 他得要將不愛讀書的安妮雅送進名校伊甸學園 並且要訓練他在學校盡力表現,才有機會突破重圍 然而習慣獨來獨往,以一己之力達成任務的他 這次卻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難題 除了得要將希望寄託在一個不受控的孩子身上 在辛苦的工作之後 回家還要繼續偽裝成一個愛家愛妻的好爸爸 這些都讓黃昏感到心力交瘁 他也只好將所有的辛酸血淚 都藏在自己一套又一套符合情境需求的華府裡 曾經是戰爭孤兒的他 致力於打造一個不讓孩子哭泣的世界 然而在多年付出不為人知 以及長期隱性埋名下,感到十分孤獨 沒想到家中的假妻女卻帶給他意想不到的慰藉 也慢慢讓他敞開心胸,把自己託付給家人了 我們從原作的第一集封面就可以看到 黃昏身穿全套西裝與皮手套 坐在一張方形的皮沙發上獨爆 其實在現實生活裡 這張沙發是由20世紀最重要的建築師 被稱作是功能主義之父勒科比毅所設計的LC2沙發 這款沙發搭配著金屬鋼管,把支撐沙發的結構外露 支撐起硬挺方正的坐墊 單獨擺在空間裡特別理性有形 而乘坐起來也特別合身 事實上這就是科比毅設計這款家具的出發點 把家具與建築都當作人們生活中低調卻又恰到好處的戲劇來使用 不僅好清潔、好更換,更是容易量產 徹底符合1928年現代主義剛剛啟蒙的時代 這樣看來是不是覺得黃昏這個角色的人設 根本就是根據這款沙發的特性所設計出來的呢? 黃昏就像是這張沙發一樣,根本躺不下來、閒不下來 就是一張設計出讓人去好好做的沙發 再加上它一絲不苟的線條,根本就跟黃昏如出一徹 如果停下來想一想 好像人們也會對父親在家中的角色 賦予了這樣理性冷靜、資深全家的實用性 會不會因此而忘記父親也會有疲憊又脆弱的時刻呢? 在接下來的劇情中,我們將會看到 黃昏不管是在親情還是愛情裡獲得更多的溫暖與慰藉 身邊的人們將會逼得他得要放手,學習接受失控 這不僅讓他得以暫時放下重擔 還會為這個角色賦予更多溫暖的人味 殺手代號《睡美人》的約兒 貼命於店長這個神秘角色 在晚上以真型武器以及過度性感的黑色禮服 來執行暗殺任務 從小父母雙亡又帶著年幼弟弟的約兒 以殺手的工作來撫養一家 可能也因此養成了超強的身體能力以及打掃的興趣 約兒白天的工作和弟弟一樣都是公務員 也因此被不知情的黃昏雕種,約定成為假夫妻 不知道彼此真實的身份和工作 約兒有著可愛無害的天然呆個性 對於別人說的話幾乎都通盤相信 在職場上沉默寡言,不善應對 也因此時常受到同儕的欺負 他在成為了佛傑一家的成員之後 不僅得以擺脫掉東國對單身女性的歧視 更在丈夫和女兒身上,彌補了從小就缺乏的家庭溫暖 不僅越來越在意他們對自己的看法 也時常擔心是否有扮演好世俗中妻子和母親的角色 擔心會被家人給拋棄 在第三集的漫畫封面裡,我們可以看到 約兒坐在一張叫做Lachey's的雲朵臥椅上 這款椅子的靈感來自於法國雕塑家Gaston Lachey's的作品 《Floating Figure》 將女人阿諾多姿的身形融合在椅子的外型和坐臥時人的曲線裡 而雲朵影的名稱Lachey's除了是設計師用來致敬雕塑家的姓氏之外 也是法文裡椅子的說法 分享到這裡,是不是覺得遠藤打栽實在是太有創意 居然讓約兒和雲朵做得非常巧妙的呼應? 在遠看約兒時,就如同她的同事所說的 是一個自己都不知道的美人 就跟這張雲朵椅一樣 不只是一張座椅,更是家中的藝術品 雲朵椅的線條不僅指涉了約兒的美麗與性感 其實更加凸顯了她作為長姐和母親的溫柔與強韌 不過每每在故事中,出現約兒因為未婚、被取笑廚藝 甚至是獨自上街引人側目時 都會聯想到《史女的故事》裡女性遭受歧視的痛苦 看來作者還是利用了東國的社會風氣 來做現實中日本性別壓迫的影射 而且作者不僅為了女性發聲 她也透過了黃昏、工作與家庭的心力交瘁 來呈現父親與丈夫們不為人知的沉重壓力 光是看第12集中,黃昏聽到鄰居們八卦 自己總是工作到太晚,絕對是在外面有外遇 以致她在假日還得要勉強帶家人出遊 就可以發現社會對於男性的另類歧視了 或許《間諜家家酒》之所以這麼受到歡迎 就是因為在搞笑的包裝下揭露了人們內心真實的不安吧 身為全劇最大賣點的安妮亞,謊稱自己六歲 但事實上她是個來路不明、有毒心術的女孩 而她也善用了自己的毒心術 順利讓自己成為了黃昏、領養的第一人選 為了不想要再被拋棄 安妮亞對父親言聽計從 再加上對於特務的主題本來就十分喜愛 甚至在得知了臥底計畫之後 還會偷偷主動配合爸爸所有的行動 雖然時常顯得笨拙慌張 但最後卻都會意外地歪打正著 安妮亞在原本的秘密組織裡 接受了實驗而擁有了毒心術 但過度使用能力時會頭昏腦脹 每逢新月時也會短暫喪失能力 可能是因為少了親情的陪伴 或是被實驗過的關係 她時常口齒不清,也討厭讀書 卻對花生與情報動畫有著異常的熱愛 雖然安妮亞知道家中人所有的秘密 也知道自己的家庭很有可能只是暫時性的 她卻依舊愛著非親生的父母,在伊甸學院裡完成優雅摘星的極點任務 而在接下來的第二部中,家中的新成員狗狗彭德 也將會成為安妮亞作為情報員的最佳助手 因為這隻大白狗居然可以預測未來 在漫畫第二集的封面裡我們看到 安妮亞坐在60年代首次亮相的Marshmallow Sofa 棉花糖沙發 一共有18個圓形,而且顏色飽和的坐墊 看起來特別地活潑甜美 坐墊上的顏色與材質都會在不同的設計中去搭配與替換 成為了最具代表性的普普藝術風格家具 安妮亞就像是棉花糖沙發一樣 有著強大的適應與學習能力 不僅是在家中還是在學校,都很懂得察言觀色 並且奔放地展現自己的個性 唯一隱藏起來的秘密就是自己的獨心術 因為她害怕危機爸爸的任務 也不希望這個家庭會因此而被拆散 老實說,安妮亞就跟所有的幼童一樣 非常依賴家人,也會想要討父母的歡心 很多時候即使他們不說 其實內心都已經感受到大人的秘密和心情 也會將那些情緒放大連結到自己的表現上 也因此在小小的心靈中留下了陰影 看到這裡是不是會為安妮亞的未來感到擔憂呢? 還好安妮亞將會擁有狗狗彭德的陪伴 而她在學校也有好朋友貝奇的守護 事實上貝奇也是漫畫第九集的封面人物 而她做的設計師名義,也只可以 就是創造棉花糖沙發的同一位設計師George Nelson 以上除了佛杰一家的設計名義之外 你還會想要看到哪些角色的解析呢? 不管是弗朗基的伊姆斯堂椅 時常出現在名人的居家裡 狗狗彭德的星球椅,也嘗試影視作品中的擺設 還有新角色葉維的愛心甜筒椅等等 都呼應了這些角色的人格特質與隱藏心事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心得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替我們聊更多的《間諜++9》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